食物用鱼排、鱼鱼鱼和鸡胶肉 可是在配鸡蛋醬油可以让些食材比较浓 所以当然谢谢食物比较浓烈 然后我自己觉得要做一些好点的油 特别是乳味 现在用鸡蛋的酱油就可以把台湾太喜欢 来这个角度吃 我每天都会煮我菜 那当然因为工作很忙 所以网上每天做一些很不得要的 所以会叫一些tips来做一些电话 所以比如说这个酱油多来说是有点喜欢橄榄油的 我们在外国会有一些不动味的香味的橄榄油吗 那现在我可以用连续或者浪费酱油的酱油 来做一些香味的菜 有没有用过 因为知道最近有新冠吗 有没有用过酱油去让太太吃多的 其实因为酱油主要可以加一点鲜味 所以其实我喜欢比较清淡的料理 最多来说加一点酱、大蒜跟酱油 可以配一些非常完美的料理 所以我们台湾菜是很宽容的 有些肉串、龙脖肉 还有很多青菜、海鲜 都蛮喜欢的 有没有用过酱油 故意要这么进化 呃...也不知道 其实我很想回答 但是因为新的关系 大概就已经几个礼拜 那现在我们想念家人了 所以还在考虑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酱油的标准当中 有没有一切什么样的挑战 过程当中你没有做过很多次还是... 没有因为我之前真的觉得 如果要做乳味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要去炸很多香料 然后就是要乳味很久 那现在我可以用来讲 我知道它的十三香酱 可以把这个副作做得非常地简单 所以比如说 下次我要会发酱油 可以加热吃 其实非常地简单 总统这个十三香的 就是这个卤味酱哦 就是非常特别哦 你有花多久的时间在研发吗 呃...我们已经想要研发这个产品很久了 所以有段时间 嗯...就是最近多年调到 已经觉得错的味道 希望大家可以 请问一下我们的十三香 呃...我们做这个是因为要让大家 做料理可以很轻松 很方便 嗯... 我们真的知道 做料理要轻松 然后要开心 不然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开心 然后是一个分享 所以如果还建讯你们可以 就是这个这个酱 然后可以让我们 跟家人 跟朋友 分享 做一点美味的料理 嗯... 做一点美味的料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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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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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呢 我这饥饿也会给人吃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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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